香港要共度 立法會議員文協的馮檢基 找來幾十名街坊助選 並選擇在中環9號碼頭對開 宣布參選 我們宣布 我們參與香港 2012年 行政長官的選舉 他說自己是50後 看著香港由漁港變成國際大都會 政綱以長遠規劃為基礎 希望為市民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是不會讓香港繼續被地產和金融市場壟斷 他未決定參與泛民初選機制 馮檢基投身政壇四十幾年 在80年代 只有20多歲的馮檢基 就第一次參加市政局選舉 高票當選 三年之後馮檢基成立民協 深水埗成為他的根據地 1997年回歸的時候 馮檢基加入臨時立法會 在第二年的立法會選舉中落敗 到了2000年重返議會 去年政改方案 民協是其中一個到中聯辦溝通的政團 而在上個月區議會選舉中也被追擊 但最終選情未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有許多部議會選舉 改方案 同一個動作 又不是